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邀请出大家期待已久的 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唱跳歌手 也是最近呢在准备个人巡演的全能偶像 也是我们CT魔法新推官玉言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起来分享一下它的百变造型的打造秘籍 以及分享我们CT的宝藏单品 感受CT底装家族的独特魅力 那我们话不多说 赶快邀请出我们CT魔法新推官玉言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欢迎玉言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玉言 哇哦 非常欢迎玉言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也是作为我们天猫618的心愿实现官 也是我们CT的品牌魔法新推官对不对 嗯是的 欢迎大家来到天猫全明星心愿成真事物所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对看得出大家对于玉言的到来是期待已久了 刚刚其实我一直在评论区看 有粉丝说为了玉言 然后紧赶慢赶了一个618 那我想替大家问一句啊 玉言最近在忙什么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我最近在忙着自己的巡演 因为巡演嘛 它是需要准备很久的 对然后歌单的话也会比平时的演出要多很多 所以呢就要提前开始准备 嗯大家可能觉得有的时候巡演时间会隔的比较长 那是因为我在认真准备 嗯对每一次都会把最认真的最好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魅力的预言 好不好 嗯好 对那其实我自己也有follow到你的动态嘛 就是知道预言其实会特别的喜欢和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包括像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个小约定 嗯对不对 就是歌曲的cover 那转眼进入到6月了 这次想要为大家cover什么歌曲 要不要预告一下 嗯 嗯是不是想卖个关子 对我一般其实很少会提前把这个月要cover的歌曲提前的预告 我一般都是 嗯大家可能当天听 哦原来是这首歌 那你自己是会临时想去cover这首还是说已经准备好的 嗯我应该是会准备很久 对很久 就可能要提前就是看这个月的行程吧 要不然是月初准备要不然是月中准备这个样子 嗯好那大家都期待一下吧 好不好 嗯然后呢我们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会有到红包鱼 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红包鱼 大家可以去拼拼手速了 其实熟悉我们朋友 熟悉我们品牌的朋友们 还会知道我们的魔法美妆是CT品牌一直以来的代名词了 呃我想赋予每一位女性一种魔力让她们幻变潜在的这样一种自信美丽 也是CT女士始终如意的承诺与践行 她其实呢是用这种很专业的一些打造红毯质感的底妆传递出每个女性的这种自信的美 那我也很好奇啊 预言你是在神山那个契机下了解到我们CT的品牌 这不用了解吧 我感觉就是直接 这这么火 就是很 对这么火 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作为有上进需求的人群来讲 首先肯定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品牌的粉底液 因为这个品牌的粉底液呢 对于我来讲我是干皮 但是他又很持妆 就是对于我来讲 他不会像我用其他有的持妆类型的粉底液 他会很干 对但是对但是这个我感觉就是很很扒在我的脸上 就感觉他不会就是说像我平时用的这种干皮粉底液 就是他他他扒不牢一按就一个手指坑 对对对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粉底液就是看大家需求啊 反正薄薄的打一层就是很扒的 就是看起来是好像没有化妆但是肌肤的状态又很好那种对不对 是因为我觉得知道预言平时也会自己去研究一些自己的这个妆容 可能也会尝试不同的一些风格对不对 是的那其实我作为男生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就是关于妆容的关键词 我可能就不太了解我想请问一下预言比如说最近可能比较火的一些这种什么白开水妆 这个精髓吧嗯是那其实这次预言以为我们CT拍摄了大片展现了自己不同魅力的一面 你当时拍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我就感觉很轻松啊 很轻松啊 对很轻松分为很好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化妆的一个人嘛 嗯 然后也是感觉因为当时当天用的是呃全套的这个对全套的化妆品 所以就感觉拍摄的时候他这种高清的镜头啊 因为我们都是用非常非常高清的镜头去拍的 就是放大了以后也不会有那种需要很磨皮的地方 对就是就是感觉上完以后就很磨皮 对其实就是在一些这种社交距离当中也会发现那个底妆打完之后是很自然很高级的 对 是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一款红毯粉底也对不对 嗯 我觉得他叫这个名字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对它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因为我平时就是可能有一些需要红毯的这种活动 我都会用这款粉底液 首先为什么会用这款粉底液 第一是因为它持妆能力会比较久 我们可能早上起来拍照的话要提前化妆嘛 化妆的话我们可能要八点就要起来 就相当于这个妆容要从八点持续到晚上八九点 哇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它要它要很持妆 不然的话可能到晚上就脱妆了 没错 所以所以可能我就会比如说有这种需要很长时间的 我肯定就会用这款粉底液 这样子的话它从头到尾它也不会脱妆 然后也不会后面浮粉拔干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 对的而且它是可以做到这种高遮瑕然后用完遮瑕又很轻薄自然嘛 是 对而且我觉得预言刚刚说的很好 就是它的持久度非常的好 对 所以说它就是很受美妆圈以及明星彩妆师的喜爱的 嗯 对那其实呢我们CT的红毯粉底主打就是少量多次去上妆嘛 让我们的肌肤呢打造成一种天生的那种好皮肤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就是白开水妆 对没错因为这个其实看大家的需求吧 因为如果要是你追求那种呃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妆容 而且你本身瑕疵没有很多的话 你使这款粉底液你差不多就使绿豆大小的量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比如你看啊你可能有一点痘痘啊 或者是这种情况或者是稍微脸上有一些暗沉的部分 就可能嘴角啊或者黑眼圈啊或者是鼻翼泛红啊 你可能就比如说再多挤一点 然后在你这里的位置再去叠加 它也不会出现就是叠加完了以后会有卡粉的情况 哇哦 你每妆博主都厉害 那都没有那都没有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预言准备一个小游戏了 这个游戏的话呢 如果说挑战成功 我们就给大家来上一波福利好不好 这是一个我们的组字游戏 我们准备了一个题板 这个游戏对你来说应该不难吧 就是我们要组你看看能不能组成我们CTD一些明星产品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亮点 那现在是红毯粉底液吗 对不对 你已经看到了是吗 对已经看到红毯粉底液了 那我帮你来给它放到这里 你来点我来推好不好 就是红 红 对然后毯 毯在这里 然后粉 粉在这里 对 然后液在最 在这里 最那边 红毯粉底 那要不要分享一个它的亮点 我觉得它的亮点嘛 我个人觉得就是它 涂上去又白又遮瑕 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 对 然后它持久 然后轻盈嘛 是还有一个 还有隐藏 白月 光 是 雾饼 白月光其实也是我们的粉饼 对 对 对还有一个我们 哦这个粉是共用的吗 是共用的 是共用的 对 还有这里 看到吗 我们也准备了 预言的名字 好 对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对 然后我的名字 哇 那我完成任务了 完成了 完成了 然后刚刚其实呢 月圆也提到这个白月光粉 就是柔焦体量可以白成一道光 挑战成功 很厉害啊 那想要去了解我们CT产品的朋友们 也不要着急 我们接下来会到很多的讲解给大家 那我们先送上一波福利吧 那我们第一轮 呃 我们想想要送什么 嗯 送点什么福利好呢 那就 有我签名的明信片可以吗 可以吗大家 在我们评论区说一说啊 我们准备要给大家送出预言轻迁的明信片了 想要的宝子们 赶快在我们的直播间来告诉我们啊 是的 那么我们这一波的抽奖口令 预言要不要来想一个 嗯 抽奖口令吗 嗯 CT大麦 CT大麦 好 那我们来准备刷起我们直播间的口令 CT大麦 一定要记得来关注入会 我们会抽取到三张预言轻迁的明信片 给到大家好不好 哦 很多的宝子们都说 我可以可以可以 看看能不能抽到了 一定要记得来关注直播间 加入到我们的会员才可以去这个对讲啊 对的 然后呢我们让大家先去刷一刷 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我们的CT品牌一位我们的朋友们 准备了很多的红包语啊 万元红包语 一共有五波 然后呢在我们的五十分 就是三分钟之后呢 还会有到我们第二波的红包语 大家呢一定要准备好 好不好 嗯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准备来进行到截图呢 好的 嗯 那我来倒计时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各位 五四三二一 好 看一看有没有截到我们的朋友们 嗯 三位啊 我们看看三位 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福利呢 然后呢 其实呃 今天预言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我们刚刚也有分享到 预言平时真的会很喜欢自己去 哎 po一些自己的一些妆容啊 或者说一些 分享一些可能是不是化妆的小技巧 因为我有关注你的就是另外一个社交平台 然后我发现你就是经常会在一些舞台 就特定的舞台之后你会po一个日期po一个这个妆容 对不对 嗯 这个是我之前就是会做的事情 然后到后面就逐渐变成都是我自己化妆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我这个人他比较宅 嗯 就对 我平时就喜欢在家待着 然后我可能在家待着的时候 那我们女孩子就是会要研究如何的变漂亮 对 就是如何的呃 使用就是各种的妆容 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光彩散发 嗯 也会尝试不同的一些效果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我们先给大家来公布一下 我们刚刚中奖的几位朋友啊 首先的话呢 是我们的PP999QWQ 然后的话呢 还会有到的是小鬼亲兄弟 以及波尔多酒呀呀呀呀啊 恭喜到以上的这三位 那一定要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 才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对讲啊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说到 预言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就会研究一些妆容 因为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看一些这个美妆部 他们会分享什么亚裔妆 呃什么野生眉 对于这些呃元素预言平时会有了解吗 我我其实会会了解的 对但是我觉得妆容嘛 嗯 还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和最适合本次活动 还有就是最适合自己今天的穿搭 嗯 就是这样去选择妆容 它是其实是一整一整套的 它就是妆容和你的衣服 然后还有包括你今天的心情也都OK 嗯 是 那像我们这次CT拍摄大片的妆容 你有没有融入到自己的一些想法 啊 你说 嗯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这个妆容是我跟老师共同完成的 然后眼睛部分是老师画的 然后眉毛部分还有底妆部分是我自己画的 对因为当 因为我这个人呢 皮肤它呃状况不好的时候就很干 对所以我需要自己去掌握这个粉底的用量 然后包括就是它是怎么拿刷子能更好的去在脸上有一个这样抛光的感觉 因为有的时候我的皮肤状态可能就是工作起来会很累 然后皮肤状态可能会有一点差 所以就需要粉底液来去帮我做一个加持 嗯 所以说啊 这个是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干货 就是大家可能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 然后自己要去多去尝试嘛 是的 对不对啊 那其实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期当中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预言的限定皮肤分享 一起来聊一下每一款妆容打造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红毯女明星 嗯 哇哦 这一张的话我会觉得 嗯 我先说一下我的感觉好不好 就是我不会感觉很复古的很港风的那种感觉 是对是有一点 因为那天我参加的活动是一个 呃我需要唱一首歌曲 嗯 对然后是一个很大气的舞台 哦 所以我的妆容上面就是参考了这种红唇啊 然后还有就是以前的一种港风的感觉 嗯 这个也是自己设计的吗 嗯 是的 是 那是我自己画 我这都是自己画的吗 对 是我自己画的 好厉害好厉害 嗯 那其实的话呢 呃 因为这个妆造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出圈 而且还引起了这个仿妆热潮嘛 那当时你在做这个妆造的时候 哎 有做什么准备工作吗 我吗 嗯 其实其实我 我我在家里除了就是呃 呃 研究这些怎么做好看的妆容 其实假睫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的假睫毛全部都是我自己手工去剪的 对 然后对 我用用的可能是好几副凑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在假睫毛方面我要求会比较严格一些 我一般都是自己会准备好我想用的假睫毛 然后还有就是会准备好我想用的分底液 就是一一般在舞台上我就会用CT这个分底液 对对我会自己拿好因为不是就是说呃所有老师都会带你适合的分底液就是我每一次都会带着CT的分底液去出活动 嗯对就是一个这种持久无瑕的底妆其实会让你在舞台上也会更加自信 不用担心说我会出汗之后就对 其实很重要因为在大灯的照射情况下就是会出汗 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是因为其实呃红毯也是很多女明星展现自我的一个绝佳机会嘛 就是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都要时刻去经得起高清镜头的考验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底妆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不同的肌肤状态之下我们用同一款底妆 可能有的时候打造完那个底妆它的持久性也不一样 嗯那因为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小的tips会分享给大家 嗯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妆容呃底妆其实有斑驳啊什么之类的 并不是你自己呃的粉底液的问题是跟你妆前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我们这一款粉底液它是属于那种你最好就是每一次 你看你除了除了除了防晒嘛对不对 除了防晒你最好还是用一下就是我们的同款的这个可以打底的这种面霜 它就是呃先先涂面霜然后再涂这个它就会很扒 就是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而且不会卡纹啊或者这种都不都不会 就你很明显能感觉到你拿刷子上妆的时候 它是很丝滑的然后包括它的延展度也很好 是就不会是像你一刷上去然后它就干在那里 它宁住那种感觉那不是这样的 对而且主要是那个刷子也不会有刷痕就是感觉上上底妆的时候会很解压 对不会让你很恼火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如果你使错粉底也真的会很恼火 对很恼火 之前有过那种我就是护肤做的都很好头发都抓好了 我一上那个底妆那个底妆就大斑驳 对那真的很恼火 就很气人啊 是的 然后的话呢其实像刚刚员有说到过啊这个妆前打底护肤是很重要的嘛 那我们接下来呢按照预言所分享的红毯底妆的上妆步骤 我们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CT这款底妆产品 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来做到一个快速改变肌肤状态的魔法面霜 可以在28秒之内调整肌肤 这么精准的吗 对你就是可以去按摩一下试一试啊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肌肤如果可以熬完夜之后那种卷容疲惫干燥 它都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那原来在选择妆前的时候会看中什么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涂这个防晒面霜 那妆前的选择也会比较看中什么 我觉得质地很重要吧 对就是怕搓在一起会打架会搓泥对不对 是那这款我们的魔法面霜的质地呢做很好吸收 它这种棉稠的一种奶油质地就是很好推开 而且它是那种里面还有到八大养肤成分 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来长效索水保湿改善肤色暗沉 用来做救济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而且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后续上妆也会很顺滑 对那么喜欢这一款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当中4号链接直接来入手 会加赠大家接近正妆量以及月圆的明信片 好那做好了我们的妆前打底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进行到我们的红毯粉底液打造无瑕底妆了 就是我们这一款红毯粉底液 对的那其实刚刚也有说过啊 就是装造老师然后包括你自己都会用到这样一款粉底液 那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用它的感受了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吗 我的感觉是好久以前了 已经是很久以前 对已经很久以前就可能 因为我是一个属于比较有猎奇心态的人 我就是喜欢研究这种东西 其实这款粉底液就是刚出的时候我就买了 就买了 对我就买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先买的粉饼 然后又买了这个 我就觉得粉饼用着不错 我说那其他底妆是不是应该也不错 然后说了一下 对然后我就是我就想浅浅浅的 浅浅浅浅浅一下 对对看能不能种个草 然后我就去买了 然后买完以后回去 我就首先我可能拿到快递 我很开心嘛 我就属于那种是美妆狂人 就是那种对于新的东西 我很快乐 女孩子肯定都是开玩笑以后 立马就往手上摸 我说感觉往手上摸 感觉还不错 就是因为我手有的时候比较干 而且我的手很敏感 我一碰那种洗手液什么之类的 我就容易干爆皮 然后会起一些小红疹 但是呢我那天就是涂上以后 我就没有觉得很痒 我就去干别的事 我就去拆别的快递了 对然后就去喂狗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家又下了小狗 我就天天对 我因为这个配狗的事情 我走遍大江南北 找遍好多朋友 就是去找他们家的这个巨棍 因为刚开始我们家两只狗 他们并不来电 对然后我就去想办法 去找别人家的狗 然后就说远了说远了 太远了太远了 对反正就是又去干别的事 聊别的天去照顾狗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 我躺床玩手机的时候 我发现嗯我说感觉还不错 我都没定装对然后没定装 然后手上的纹感觉也不是 非常的那个什么 就是我自己真实体验 然后后面就是到了活动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我在家 我不可能我说实话 我不可能就是为了这个东西 我再卸一遍妆 我去上脸试 我是下一次活动的时候 我才正式去用了这个东西 用完了以后我会发现 好像确实跟别的粉底液不一样 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啊确实跟别的粉底液不一样 就是很厉害对吧 就是上的时候你会感觉 它说不上这什么质地有点像那种木丝的感觉 就是那种土豆木丝的感觉 就是抹上去的话 它会有那种哑光的磨皮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的脸上这两边会稍微有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 小小的那个有点麻麻来来的东西你知道吗 说不上 因为大家是不是都有 真的有 对 大家是不是都有 就是我也有 就是就是我平时都已经这么好好护肤了 我也有 但是这个粉底液 我感觉它会有一种磨平的感觉 有点 有点妆前加粉底液的感觉 就是它又能磨一点 然后又有粉底液的遮瑕的感觉 是的 而且它其实极少的用量就可以兼顾遮瑕和通透了 所以就很少我现在你们又送了我新的 我第一第一那个可能都要过期了 我都使不完 对 对 因为它的这个用量确实是我们有一个形容词 就刚刚预言有说过了 就是一个绿豆大小 对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嘛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我可能会挤黄豆大小 黄豆大小 对 那我想请预言在我的手背上挤一个 你认为我应该用 我 多少 不会是残豆大小吧 不会的 我觉得你可能因为男生嘛 我觉得你可能就用这么多就够了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一颗绿豆的大小 而且的话它的质地是这种 就像刚刚 快来安利一下 对 看一下 是不是那种很丝滑的 对 我真的没有说瞎话 快看 它真的 很光泽 是的 然后的话呢 其实 我们现在又有红包雨 赶快去抢啊 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刚运也有说到就是呃化妆它其实会很讲究这个手法对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自己有这个双面的底妆刷这个刷子搭配上我们的粉底一起去用它的效果是更好的 嗯 就像我试过吗 我当然试过了 我又一直拿这个上的 因为它 因为它这个 你可能 你可能 我不知道 你会吗 嗯 你也会一些了 对 因为这个 这个刷子 要不然你来操作一下 对这个刷子是这个样子 嗯 你看它是要先挤一点在上面 然后可能要 差不多 这种这种这种看起来没有占但它其实是它其实是有的对可以对你要慢慢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少量多次的去你看这里面立马这块就雾了能不能看到对它是有手法的它是有手法的然后这这边的这个是细节的遮瑕刷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你在鼻翼的部分或者是黑眼圈部分或者是你画完眼影你觉得哪里需要改一改有点脏 你就拿这个往上戳 对 你就戳就行了 就是少量多次对吧 对这个就这个就会比网上那种戳戳刷要好用很多 而且打它打出来这种感觉是那种就是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对而且你看你下面这个纹你在看你上面没有纹能看到吗 可以 这个是没纹这个是有纹 而且这还没定妆的 这还没定妆的 嗯嗯对 就是打它打出来这种妆就是很轻薄和足贴的这种感觉 大家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按照月刚刚说的你用这个大刷子再去平铺或者戳开 然后用小刷子呢去 这很节省时间 对就是它是那种大面积的嘛 就小刷子再去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可能遮瑕或者说局部叠加就可以了 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展示就是你上完妆明显就是那种磨皮了的感觉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而且是那种感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小的小丝啊 嗯就我刚才是只我们是直播不是录播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8点02分 对那是8点02分 对是直播就是它没有没有开磨皮啊什么之类的 是的就是很自然 对 所以它可以去很好的隐匿到一些这种毛孔 痘印暗沉泛红 包括像黑眼圈肤色不均这六大瑕疵 让我们这种轻盈感的底妆走进我们的生活 而且就是它会很防水防汗潮场待机 对因为我平时就是在舞台上嘛 有没有唱跳就比如说像巡演你知道吧 啊明白 因为因为其实我不瞒大家说 我最近有入别的新的粉底 就为了巡演 但是我我就是半边脸半边脸那么上的 我去排练 我排练完了这边上的CT这边上的 我没有 你是没有做测试吗 对 我就是入了一个新的 就也是很持妆的 发现还是CT 还得是CT 还得是CT 而且我后面还去吃了个火锅 都没啥事 哇所以它是可以经得起这个爆汗高温 对 我还又吃了火锅 嗯 然后回去看说嗯 还得是CT 里面都不行了你知道吗 得得搞笑 里面都不行了 我就是阴阳脸 呃那我们其实我们呃刚刚也分享了很多啊 关于这个我们的红彩粉底怎么样去用 然后呢 它的效果怎么样 嗯 那它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色号了 嗯 因为它这款粉底液一共是有六个色号 对 然后我们其实对于我们亚洲人的肤色来讲的话 嗯 我个人还是喜欢 就比如说我可能肤色会偏冷一点点 嗯 所以我可能会有EC这种 对 我会用EC 但如果比如说大家要是想要这种中调的话 可以选择N 对 EN 就是从这个从这个字母来去区分 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呃 比如说我嘛 嗯 我是属于我会用两个色号 嗯 对 我会用两个色号的粉底液 上妆吗 对 我会分区上妆 我买一个色号不够 我还得买两 哈哈哈哈 对 就是我可能会用EC去提亮我的面中 嗯 然后用这种EN 然后去呃 去把这个对中性色调 然后去把这边啊这边去打一下 轮廓线打出来 对 这样的话就会很拔你的面中 是的 那么想要去get到预言同款红毯粉底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7号链接可以直接来入手和购买到了 今晚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咱们去买到一只我们的正装的粉底液 我们还会再为大家来额外赠送到的是 我们的蜜粉中样 以及呢7毫升的面霜 再送大家一个迷你的粉底刷 这个小刷子你出门起来其实也很方便 对不对 再送大家预言的明信片 一共可以拿到三张 那在直播间去下单备注CT预言 我们再送大家一张明信片给到各位 而且还没完 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十付满八百块钱再送大家预言环保贷一份 哇 这个也是我们在直播当中 对 真的里赠很多很多 好吗 这个是限量咯 大家一定要拼手速的好不好 喜欢的话赶快去入手和购买到了 那其实我们打造完这个无瑕底妆之后呢 我们也想为大家来推荐一款 就是可以去提亮面中 然后展现烹谈好肌肤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一款补光神器了 白月光粉饼 这款粉饼 预言你看一下它的外观 你觉得它会怎么样 嗯 就是CT的感觉嘛 高级 高级 很高级 因为这款粉饼还挺火的 对 那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好奇 它为什么叫做补光神器啊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妆效吧 好吧 帮我来拿一个刷子啊 对 我直接用在我们刚刚的这一款 呃 刚刚的粉饼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样清扫 你会发现 它用完之后就可以很好的打造出那种非常非常清透的冷白皮的效果 放大一下它的手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呵呵 好偷心哦 对 你看到吗 自带那种柔光的感觉 而且可以精准补光 呃 就是 可以直接提亮在我们的面中 充盈我们的面中 让我们的整体轮廓看起来更加的精致小巧 对吗 嗯 是的 是的 而且的话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啊 你一整天戴妆下来的话 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斑驳 我刚刚看到有很多的宝宝都在说啊 刚刚的那一款 呃 粉底液搭配上我们的粉底刷 很好用很好用 咱们今天在装中去买到我们的粉底液 直接送大家一个我们的迷你的粉底刷 也是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那如果想去买到我们的这款白月光粉底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五号链接去购买到 还会再送大家我们的透明蜜粉 再送大家一个中样 再送大家七毫升的小面霜 以及迷你的蜜粉刷 这个小刷子也会送 再送大家预言的明信片两张 直播间下单备注 CT预言 再送大家明信片一张 而且呢 十付满八百还会送大家预言的环保袋 那这个的话呢 只有150分哦 大家抓紧时间来入手了 对 那想要一次性去带走我们的红彩粉底和白月光粉饼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 去买到我们的一号链接的套组 大家可以点开链接看一下我们的赠品非常的丰富啊 红毯粉底液 好 红毯粉底液 刷这个口令 大家不要刷错 好不好 红毯粉底液 已经不是上面的咯 对 大家不要刷错哦 是的 然后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关注入会呢 咱们再来进行到这个抽奖 好不好 对的 有粉丝说 给我 你刷错咯 这个是红毯粉底液哦 对的对的 不要刷错口令哦 红毯粉底液几个字 刷在我们的公屏当中 嗯 那其实我们刚刚有分享到这样的一款红毯 你明星的这样的一个妆造嘛 嗯 平时你会就是 其实你刚刚有说 你在家里面会经常自己去研究一些妆容 对不对 你会研究那种和自己风格差异很大的吗 当然会了 我是属于 我化一个妆就会换一张脸 因为 对 因为我的本身的五官并没有非常的出众 就是 你这话可没说 对 那是你现在看的是化妆的我 我完全是靠化妆 就是可能 呃 化浓妆就是会比较酷一点 化淡妆的话可能就会清秀一点 嗯 但是 就是咱们俩这个社交距离看啊 我觉得欲言的脸真的只有巴掌大小 而且 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 我们俩都是巴掌大小 好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抽奖了 这个弹幕已经滚动起来了 我们请原倒计时好不好 好的 来 三 二 一 停止 停止 好的 我们已经抽好优惠会 来进行到一个公布啊 其实刚刚 原因有提到 就是会尝试很多不同的这个风格嘛 那我们在 是的 第二个限定皮肤之前 先拿来公布一下 我们刚刚中奖的朋友们啊 那这轮的话呢 是有两位 有一位呢 叫做把过去格式化 把过去格式化 还有一位呢 是叫做金离 两位 好不好 恭喜上两位宝宝 可以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了 对 好 那大家还记不记得 刚刚我们分享的是一个红台女明星的感觉 接下来限定的一款皮肤是什么呢 哇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哇 这是一个什么 大变身 酷萨摇滚风是不是 对 因为那天的衣服就是那种黑色的亮片 然后它整体的颜色会偏暗一点 所以那我们就要从妆容上面 做一个不一样的重点 那那天的妆容呢 主要的色彩会集中在眼妆上面 然后会这样眼神会看起来更有力量 嗯 而且我觉得睫毛就是也是自己贴的嘛 根根分明 对 没错 但是他们老吐槽我的睫毛 我不是要问你这嘛 这上镜还挺好看的啊 很好看啊 我觉得 而且这次这个眉毛好像也是有一点不同 对不对 对它会比较利一点 就会更利索一点 会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吧 嗯 因为这个妆容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因为这种对比性比较强的 可能底妆的这个要求会不会更加严格一些 没错 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的眼睛浓郁了 但是如果你其他地方也浓郁 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色块的暗沉 因为暗沉在脸上就是正常人其实都会有嘛 就熬夜啊 就现在像我们就是就是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可能有时候辛苦会熬夜 然后有黑眼圈这种 如果你的粉底液不能很好的把它遮住的话 那它其实就会别人就不会再以你的眼睛了 会看到你的黑眼圈 看到你的暗沉 看到你的痘印 有那种危机感逼近的感觉 但是用这个粉底液就不会了 是的 所以说的也会用到我们的红毯粉底 那么考考预言红毯粉底液还有哪些亮点 轻盈 轻盈 持妆 持妆 遮瑕 遮瑕 然后用量也特别的省 对不对 然后我刚刚看到很多的宝宝说 这个没有抢到我们刚刚的限定的包包 那我们刚刚的也是紧急联系到我们品牌方 紧急加了一波库存 所以大家现在去拍呢 依然会有到我们的满额八百给大家来赠送到的 我们的包包会给到大家 好不好 咱们在直播间当中呢 直接来进行到入手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大家在去用到这款红毯粉底的时候呢 也是要少量多次去上妆 让我们的底妆更加的轻盈服贴 然后呢 就是很适合 哎 想要去长效持妆 并且的话呢 就是比较自然的打造出这种 嗯 遮瑕效果的粉纸去用的 哈哈哈哈 那怎么样去选择色号啊 就是摇滚造型和你 就是刚刚的这个 红毯女明星造型的色号是一样的吗 嗯 对于我来讲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喜欢比较白净一点的 可能会选择偏白一点的色号 但是我是会根据妆容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是这种比较浓郁一点的妆容的话 我可能就会偏2C2N 这种自然一点的 偏暖一点的色号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这个眼睛 它本来就已经很有力量了 所以就是如果再化的太白的话 会对比度太高 对比度太高了以后 对 就会显得有点凶 所以我可能平时像这种重眼妆 浓妆 可能会选择自然一点的色号 嗯 是的 所以说呢 喜欢这个种比较追求自然感妆像的 2C冷调词粉色和2N中调词粉色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 7号链接直接来入手 可以去获得到我们的页面的专属加赠 那其实底妆上好之后呢 就要用到我们的雾光小金盘去打造出这种 柔雾的一种妆感了 那其实像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问到 我们的雾光小金盘和白月光粉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呢 和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区分啊 就是白月光粉 它的妆效呢 会更加的具有这种提亮感 就是肌肤会看起来更加的具有光泽感 那雾光小金盘上脸之后呢 会有种隐匿毛孔的磨皮的效果 达到出这种雾面的哑光妆效 嗯 是介绍的非常好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带来 这个浅浅的试一下好吧 就是我们用在肌肤上 它会不会 哎 这个一秒磨皮的感觉 因为 哎呦 这有点站多了 你平时会 就是胆一下那种吗 我不会 因为它其实 很细 它很 它这个粉饼压得很实 就是 它不用胆 就你直接 你站完了以后 直接上就行了 我是这个样子 对 是 然后看一下 我们就用这个雾光小金盘去压一下 对 然后呢 它其实用完之后 就是瞬间 哎 哑光妆效了 而且很方便 嗯 对 给大家看一下哦 是的 然后大家日常 其实你带着这个 我们的呃 雾光小金盘 哇 看到吗 你随时 比如说夏天出油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的去 哎 铺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也可以搭配上我们的白月光 一起去使用啊 然后呢 你外轮廓打造柔胶妆效 内轮廓 精准补光 所以说想要去购买到的话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六号链接直接去入手和下单 好的我们的明信片给大家加库存了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好不好 因为明信片的话呢 确实是 这个也是上一次 就是一起拍的 对不对 大家这么热情的 这么热情的 是的 那买到我们的正装会送给大家两张 然后呢 备注暗号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拿到一张 喜欢套组的 也可以直接去购买到我们的一号链接的套组 这个套组的话呢 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去下单 我们还会再送大家一个柔胶美颜收纳箱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一定会很喜欢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箱子 好可爱 对 然后的话呢 打开之后呢 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化妆镜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一号链接的李赠 好不好 购买到它直接送大家 面霜七毫升的两支 再送大家四毫升睫毛膏 以及我们的持妆喷雾三十四毫升 以及还有到迷你的蜜粉刷 以及还有明信片 就这一套其实 有点旅行香的意思了 是不是 对 哎呀装得真好 嗯 我直接就可以拿走了呢 直接拎走 是 然后呢 备注CP预言 再送大家一张明信片 就是可以拿到三张明信片 同时呢 时复满八百块再送大家 我们刚刚给大家补了个 环保袋一份 好不好 这个的话呢 可以直接带回去咯 大家 那就帮我装好吧 装好吧 是 那你要不要拿着 给大家放在这里面 这个要点进去吗 不是啊 这个放在这里面 对 这样就是直接滴灵走 滴灵走 直接 来来来 给我的工作人员 哈哈哈 直接拿走喽 小班喽 今晚的福利的话呢 可远不止如此啊 大家 我们又要送福利了 我们这回 我们再抽明信片 好不好 但是还是亲切明信片 我们再抽 好不好 那我们换一个口令 可以 嗯 那就换一个 跟我有关的吧 可以啊 预言word 好 预言word 也是新砖名字 是 是我的新砖集名字 是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刷起来了 也请大家多多来支持 预言的新砖 那么咱们在直播中呢 一定要记得来关注入会 然后呢 刷对暗号 才有机会去中奖 好不好 大家先刷起来啊 那我们先 再聊回到我们的这个 妆容问题上 嗯 是 因为其实像预言平时 可能会有很多这种 出席活动工作 或者说演出的一些时候 对不对 那肯定是会化妆 那你私下是 比如说和姐妹们去逛个街 是素颜比较多 还是会带妆啊 我吗 嗯 我其实很少出门 我宅得很呀 很宅 对但是我只要一出门的话 我 我可能我也会带妆出门 嗯 对 就是如果跟朋友出去玩 而且我也很少戴口罩帽子 什么之类的 我就是光明正大的出去 哈哈 因为我觉得我无所谓 对 因为我觉得我化了妆 我就想展示给大家 嗯 对每次我可能跟 小姐妹一起出去玩啊 都是 属于化着漂亮的妆 然后大家拍拍合照 虽然不会发 但是也要拍 那种氛围感的照片吗 对对 因为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喜欢拍照 喜欢P图 嗯 是 所以说的话呢 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确实是可以啊 就是多多去研究一些 适合自己的这种妆容 然后呢 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种感觉 嗯 对不对 那其实像六月份 大家可能也会出去旅行啊 包括像最近音乐节很多 包括像今年特别火的露营 嗯 对 那大家呢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说 哎 我一出汗这个底妆 会不会导致一些这个脱妆的情况 嗯 对不对 那呃打造出这种夏日的清透感的妆容 宇原觉得要注意的点是什么 我其实觉得这款粉底液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嗯 它夏天也能用 冬天也能用 春天也能用 春天也能用 对 就是感觉它不太分季节 就是夏天很直妆 冬天又莫名其妙的很保湿 所以就感觉很奇妙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 神奇是吧 对 我因为我可能不是这个研发人员 所以我只能是作为使用者来提出这个问题吧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冬天使它的时候我也非常的OK 因为我是作为作为干皮来讲我也非常的OK 然后作为就是比如说夏天这种 夏天我可能又会稍微油一点 因为T区非常的爱出油 就是你可能呃跳舞 你可能眼妆不会滑 但是如果你一出汗的话你底妆必花 对 就是白汗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不会就是虽然我没有测试它哭过或是怎么样啊 我对我这个我没有测试因为我不爱哭 但是呢我是测试过它流汗的 因为我感觉汗跟眼泪应该差不多吧 都是都是我人体分泌出来的这个 对吧 所以我感觉所以我感觉就是它流汗的话它是不会有痕迹的 对它就只能看到汗在那里 但是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款粉底液它妙的地方就在于它很持妆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音乐节就像巡演舞台 就更别提音乐节了 巡演舞唱十三首歌 对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我那鼓风机吹得哗哗的 对就是因为风一吹它真的会很干 但是这个粉底液它不会干 它不会觉得我的脸要裂了那种感觉 就它就一直我十三首歌前什么样 十三首歌后还是什么样 哇我们的这个红包鱼又来了 大家去抢红包鱼 然后我们进来给大家抽奖好不好 嗯嗯 我们来给大家倒计时抽奖 大家已经刷起来都在刷屏了 好我们倒计时吧 三二一 哦一个措手不及 有截到吗 有截到吗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回的话呢 依然是我们的两位啊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呃 business 是不是啊 business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巴拉巴拉拉拉拉拉 恭喜到以上的两位 可以去获得到预言的亲牵明信片哦 记得去联系到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对那刚刚员也说到 就是在舞台上呢 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灯光啊 鼓风机啊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环境下 没错 它都可以去 又是大风吹又是光照的 对就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它的表现力都这么的厉害 嗯 是不是 那其实大家日常时候当中去用 更不用担心它都要化妆了 是的 那其实呢 想要去保持妆面的时刻 干净清透 除了用蜜粉饼定妆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叠加上我们的 时光喷雾 这款喷雾 也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呢 牢牢的扒在脸上 就非常适合啊 去看预言巡演和音乐节的朋友们了 嗯 是的 那这款就是喷雾 它喷出来的这个水雾呢 也是很细的 然后又薄又透 就是上脸之后呢 也不会有这种黏膩感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我的这个黑色衣服前盘 就是很细腻 然后润润的用在肌肤上 也是不紧绷不拔干的感觉 嗯 那预言在选择产品的时候 会比较看重成分吗 你是成分党吗 那肯定会看 你会研究成分吗 我会 我会看 然后我会去看它的产品详情页 然后看它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因为我这个人皮肤一干 它就容易敏感 我觉得干皮 无论是干皮油皮 它可能都会有自己 因为油皮可能会长痘 对 这也会敏感 然后干皮它可能 就是干到一定境界 它会爆皮 也会敏感 所以就是 我建议大家 就是这种底妆产品类的 还是选择我们就是成分比较好一点的 嗯 没错 那像我们CT这款持光喷雾 它也是不添加任何的酒精的 而且含有卤的成分 让我们肌肤一整天保持着水润不拔干 那我接下来想请预言 一起来做个小实验 展示一下它的持妆效果好不好 好呀 嗯 那我其实刚刚 其实我们刚刚在这边有 就是涂过我们的粉底液 然后包括下面的粉饼都有用过 对不对 那预言要不要再我想喷一下这一款 好的 好吧 我们然后用纸巾 然后看一下它到底就是会不会粘腻 会不会粘 好的 嗯 正好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你可能要 对 我要 你这个手法专业 对 要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要呃成膜 成膜一段时间 不能招 对 不能着急 就你如果要着急的话 它还没成膜的时候 你去再去上腮红啊 就是这种其他的这种后续的东西 它是不会有这个效果的 就是对不起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太使劲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是不是太使劲了 就是很厉害对吧 对 它其实沉默时间还是挺快的 是 而且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 呃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呃 刚刚的底妆的沾染 就是还是白白的一张纸 对不对 呃 所以说话呢 用到我们的这一款持光喷雾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妆面上 形成这样的一个隐层 隐形的保护膜 来保护我们的妆面 远离脱妆危机 呃 那其实刚刚呢 预言的这个手法 我就知道你很专业 就是 X型 对 是吧 对 然后呃 用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像我之前可能会 就是扇一扇 你会扇吗 我觉得它不用 它不用扇 对它不用吧 嗯 因为因为有的就是喷头很 像水枪一样 那个你可能需要多扇一扇 你可能还需要在外面跑一圈 但是这个就还好 这个因为它喷出来的就是是物状的 它不是说是滋水枪 一下 对 物状就不用 对 就是它均匀都 那你就是呆着呆着 你玩玩手机 对 对 是的 所以说啊 这一款我们的持光喷雾 再加上我们的红毯粉碟 打造出夏日无暇底妆 如果说各位呢 也想像预言一样 哎 打造出这种白皙的肌肤效果 那就可以去选择到 呃 EC 对不对 对 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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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也可以 对 因为预言是买两个色号的嘛 对吧 是 那大家可以来好好听一下 怎么样去选择色号 EC 像预言一样 白皮的粉丝们就可以去买到这一款 那如果说你想去追求这种自然感 可以选择我们的 2C 2N 那像我的话 可能会选择3C3 就这种比较健康中小麦色的感觉 嗯 对 那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来入手 刚刚我们说的这一款喷雾呢 在直播间3号链接去购买 我们去买的话 你会送大家的是我们的一个 呃 面霜呢 一毫升的送大家三支 以及再送大家的是我们的 34毫升的喷雾 以及呢 还有到我们的两张明信片 那喜欢我们套组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2号链接呢 去买到我们的红毯粉底液 加上持光喷雾的套组 会送大家我们的面霜 7毫升的铁眼妆 两支以及睫毛膏 还有到我们的持光喷雾 34毫升 以及柔胶美颜 收纳箱粉底刷 还有预言的明信片 两张备注暗号 CT预言再送大家 我们额外解锁的一张明信片 而且呢 10副满800再送预言的环保袋 哇 这个里赠 是不是 好长一段的赠啊 好长一段 赠了好多啊 赶紧说了好久 说了一个世纪 那其实我们刚好说过啊 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吧 我们刚有聊到预言的限定皮肤 以及用到的我们CT新品 首先呢是我们的红毯女明星 我们用到了摩帕面上来救急 以及呢红毯粉底液来打造出 武侠底妆白月光粉饼精准补光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个这种比较复古的 然后比较港风的一种感觉 对不对 白白的 嗯 白白的 那就是用我们的什么 ECEN ECEN 那如果说比较这种 就是这种酷洒风甜酷感的 那也是用到了我们的红毯粉底液 和我们的小金盘 打造出一种哑光的高级效果 对 用的是什么色号 什么 RCRN 诶 是的 那最后呢 我们也建议就是在夏日出行的朋友们 可以去选择到我们的这种 持妆 清透底妆的绝佳CP 就是我们的红毯粉底液和持光喷雾 长效持妆 让我们的精致的妆人远离脱妆的危机 是的 是的 在我们的直播间7号链接 大家去购买到我们的红毯粉底液 再送大家我们的蜜粉中样 以及面霜7毫升 迷你的这个粉底刷 刚刚很多的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小刷子 我们直接送给大家了 以及呢 在我们的直播当中还会送大家预言的明信片 给到各位 好不好 一共呢 这是三张 哇哦 这是在直播中直接送给大家的哦 对 喜欢到可以直接来入手和下单 并且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备注按号CT预言 还想有到预言的明信片 另外一张还会给大家来额外加赠 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满额800的福利礼赠 所以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链接 今天我们链接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啊 大家只要点开链接 看页面上面都会有到我们的礼赠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也不要忘记 我们还会有到很多的福利抽奖 那其实呢 呃刚刚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到啊 预言其实有这个呃签售会嘛 有很多场签售会 那其实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呈现场 那我现在要给大家摸个福利了 嗯 我们来直播当中来一场这个模拟的签售会好不好 好的 好 那我们来拿出我们的心愿魔法宝盒 哎 这边其实有几个心愿 你要不要 你是准备就是打开看了之后选呢 还是别人 我也有一点挑战 我要盲选 盲选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里面有几个我们小小的锦囊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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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指甲 好 就这张吧 看一下是什么 花式笔心 花式笔心 嗯 嗯 来 那我们给一个员言的镜头 我们来看看员言怎么样去花式笔心 好的 嗯 嗯 这么 哇 哇 你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哈哈 这是 要不要再来一个 嗯 再来一个 这样吧 嗯 这样一个 还有吗 嗯 嗯 嗯 哇 哈哈 呃 这样 哦 这样也可以 对 香 这样 啊 这是动态的对吧 这样 都可以 都可以 这也很多了 要不要再再来选一个 再来选一个 嗯 再来选一个 嗯 我来看看 就他了 宠爱三连拍 宠爱三连拍 这是大家截图的好机会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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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是 这个比如说送你粉底夜 好 好 第一张 卡叉 送你粉底夜 然后 还要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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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那自由 再来一个 哄你睡觉 哄你睡觉 嗯 好 嗯 嗯 嗯 为你吃饭 为你吃饭 哈哈 他截图结好了吗 哈哈 好 我们的宠爱三连拍双向奔赴的爱 感受到了预言的真心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要进行到我们最后的一轮抽奖了 我们依然是抽取到预言的亲牵明信片 嗯 两张 好不好 这一次呢再来想一个抽奖口令吧 那 我就希望所有的女孩们可以闪耀自信 那我们就闪耀自信吧 好 闪耀自信 希望所有的女孩们都可以啊 去呈现出自己自信的美 闪耀自信四个字 大家刷起来了 嗯 然后呢再听大家 我们还有到万元福利的礼包 那大家呢也要准备 看看我们要 是不是已经开奖了 我看一下啊 对的 好 已经开奖了吗 嗯 好的 那么中奖的朋友呢 会收到中奖弹窗 然后呢去联系到我们的人工客服就可以了 好不好 大家不要刷错我们直播间的口令哦 对的 那么其实呢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预言也分享了很多 呃 我觉得是很不同的一面 对 让大家看到啊 尼斯拉是一个很宅的人 美妆狂人 会很喜欢自己去分享一些这个呃 刚刚或或说自己去研究一些妆容 对不对 嗯 是的 是的 那要不要和大家来再分享一下今天的感受 或者说想对于哎我们直播间他们说些什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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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也是通过呃很多人嗯大家可以看到嗯我对他的喜爱然后也可以把这种好东西安理给大家我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嗯这也是预言和CT的双向奔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准备给大家截图了好不好大家已经刷起来了希望所有的女孩子们都可以闪耀自信那我们倒计时好吗好的三二一好啊 就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倒计时啊我们来看一下对我们工作人递上我们的截图啊好的呃恭喜到的是我们哎第一位呢叫做不言而喻第二位叫做我什么时候才能受哎恭喜以上的两位朋友们好不好恭喜啊恭喜哇那我们的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到这里要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对于CT的支持以及预言的陪伴那么直播的最后的话呢要不要为喜欢你的朋友们送上一些小的祝福 好首先感谢大家来到心愿城镇事务所我是你们的心愿实现官CT魔法新推官预言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以后会用更好的作品来回馈给大家会出更好好的新歌更多棒的舞台 这样大家就可以又有新歌又有舞台每天都开开心心给你们带来力量 哇哦谢谢谢谢预言也祝颜的个人选顺利利期待你带给我们更多的音乐和舞台作品自信闪耀发光 那我们暂时先和大家说再见了好不好好的辛苦了拜拜 拜拜